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课程呢 叫做闪耀简报PPT制作 那这个PPT就是简报 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主题 要跟各位分享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7个主题 那这27个主题呢 可能就是会环绕在我们整个的课程里面 那最终希望各位有一个至少几个成品出来 例如说相簿的成品 然后还有像简报制式化的一个制作的流程的一个成品 那我是今天的讲师 我姓孙 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下面是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电子邮件是 teacher.soun 小老鼠 msa.hi.net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写信给我 我目前是在阳明大学公读我的最后一个学位 博士学位 主攻生物医学资讯 当然我主要强项是在资讯这一块 虽举凡只要你想要问我一些电脑相关的问题 我都会尽快的去回答您 好像例如说程式设计 办公室自动化或者是office效率提升 我相信我相信 当然还有包含像网页美工动化这些 都会尽快的把一些问题回复给各位 让各位能够解决工作上的一个需求 我们今天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大概看一下 像例如说在事前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简报 简报应该准备的一些内容 以及我们如何去建立简报 然后简报它主要分成像标准模式跟大纲模式 以及像例如说word怎么样转换成powerpoint 再来就是做简报的美化部分 还有母片 以及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动画 还有多媒体的简报设计 这多媒体简报设计 绝对是它在2010版以后的改版重点 那接下来它的改版重点 像例如说现在2016已经上市了 它的重点会落在线上简报 线上简报就是跨国开视讯会议的时候 简报如何呈现 所以这个多媒体的使用绝对是一个重点 再来互动式简报制作的技巧 这边我希望说让各位去理解一下 就是说图片跟动画彼此之间的互相搭配 可以让我们制作出互动式简报 再来就是简报的一些设定 还有简报的线上发表 这个简报线上发表这很重要 再来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简报在广播的时候 一些辅助工具的使用 因为在这个地方多增加一个功能 局部放大 再来我们还有跟各位分享相簿 这个相簿就是像我们跟那个 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去喝喜酒 我会看到有些人会把那个很多照片呈现出来 到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播放 再来最后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简报的输出 我们有PPSX这种档案格式 还有PPTX这种档案格式 它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 如何直接让别人一打开就是一个播放档 所以简报的输出这边要了解 那在这之前我可能还会跟各位分享 就是整合应用 Office的整合应用 应该是要把Word加PowerPoint Esell加PowerPoint 或者是PowerPoint加Word加Esell 互相结合这叫整合应用 好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课纲部分 好 当我们现在想要进入PowerPoint 2013 我们操作的方式 第一个一定是点左下角的开始 点选开始之后 就是我要开始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点选开始 在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所有程式 所有程式里面 去找一下 我们从上面往下来去看 可以找到一个叫做 Microsoft Office 2013 这个2013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再点选这个PowerPoint 2013 就可以把PowerPoint 2013 就可以把PowerPoint 2013打开来了 好 那 那 打开PowerPoint之后 它的第一个画面 是要让我们去选 适当的版本 或 和布景主题 或者是一个空白的简报 这跟我们之前的一个操作是不一样的 像例如说我们之前就是开一个新档 可是现在 不是 现在我们想要说我想要建立一个考卷 线上考卷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输入考卷 如果我想要制作卡片 我就在这边输入卡片 那当然第一次要进入简报的世界 我们还是以开启一个空白简报为主 所以点选空白简报 然后就开启了这个画面 所谓空白 这空白是指新的意思 然后 简报内容是空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简报 好 请你们打开PowerPoint 2013 那我们就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制作一个简报 这个是 这个是简报 简报其实就是一个档案 像现在预设是一个简报3 这个档案名称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制作很多张头影片咯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哦 如何制作这个自我介绍的简报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在这边我们就输入自我介绍 好 好 那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 如何增加头影片 因为我们有好多张要输入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常用底下有一个叫做新头影片 新头影片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两个不同的一个操作 一个是图 一个是图 然后一个是文字 好 例如说我点选了这个图 他就会把这下面这个新头影片里面哦 最常使用的功能 直接操作完毕 所以通常啊通常我们经常使用的就是选上面这个方式 而不是下面这个方式 日后我们再接触到新的产品 新的软体软体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哦 原来是使用上面而不是使用下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就要输入什么 输入家庭 再新增一张投影片这里输入学历 再新增一张投影片输入 经历 好 一此类推 可以吗 请输入完毕一二整七张投影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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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完成了七张投影片的输入 而且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先后逻辑性的安排 好 然后这是我们要知道简报学习的第一步 到底要输入什么内容 然后把它输入进去 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简报的环境 这个简报环境大概大家都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这是简报的名称 软体的名称 也就是说这边是不是都是放名称列 名称的地方 有简报的名称有软体的名称 所以我们就叫名称列 那英文叫做topic rule 也就是说 翻成中文 翻成名称列 不好听 我们就叫标题列 标题列 没有问题 每一套软体的最上 这个视窗的最上面一定会有标题列 接下来呢 这一大区块就是功能区 功能区啊 那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 从2010版开始之后的那个功能 它都是希望让使用者无私自通 不要再用专家引导 什么叫专家引导 例如说我今天新产品发表 我就要先去上课 好 那老师就要教你怎么操作 那他会希望说 日后我们改成什么上课方式呢 就是你就照着做常用里面里面的功能 操作完毕之后呢 再去学插入一些表格图片 或者是统计图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份简报做一个很漂亮的设计 设计完毕之后呢 它是不是被剪辨漂亮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做切换 因为简报从第一张头影片 要切换到第二张头影片 怎么切换 好 切换 切换完毕之后 因为简报它是用萤幕呈现 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多物件 物件彼此之间 是不是希望产生一些动画 好 这时候呢 他就再把一些物件设好动画 最后就是头影片放映 你有没有发现 只要你按照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操作顺序 你就做完了一份简报 这是它希望让使用者了解的 所以以后 以后哦 不认公司是这样把功能区分为 就是一操作先后顺序排列 那相信日后很多的软体都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操作模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先告诉你 其实不管你做任何一个软体 你要制作文件 怎么做就按照功能先后顺序的方式来去制作 大概你就可以完成很轻松的完成一份简报制作 好了 再接下来呢 常用 你一定要知道最频繁最经常被我们使用的功能都会放在常用功能标签下面 好 没问题哦 接下来呢 这边 这边 缩图区 我们可以看到简报的小图 那这边不能编辑 所以在哪里编辑呢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那 除了这个以外 在最下面有一条线 最下面有一条线 按住它往上搬 这张 这东西叫备忘稿 这也是我们等一下 就是今天一定要跟你分享的备忘稿 因为备忘稿是让我们看小超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好 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怎么做 好 所以这边介绍了五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 标题列 标题列 第二个区域 功能区 第三个区域 缩图 缩图 第四个编辑区 第五个 备忘稿 可以吗 那 还有一个快速键 我觉得你还要知道一个快速键 在这里 有一个投影片放映 它的搭配的快速键叫做F5 F5在键盘上 快速键一定是指快速操作的一个按键 F5 可以吗 F5 好 那当然我的操作会以操作这一个投影片放映为主 F5 那你们可以直接按F5 可以 好 就是 这五个区块你要知道之外 你还必须要知道 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投影片放映 F5 的一个快速键操作 就是F5 好 那以上是针对整个 视窗 的介绍 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 在PowerPoint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做 Smart Art 好 好 那我们就讲一下 在投影片的编辑里面 我们把这一块叫做标题文字 那这一块呢 就叫文字 这一块就叫文字 就是说明文字 其实它的说明文字都在握的里面是属于标题字 也就是说 PowerPoint的里面放的字绝对是标题 所以不要再放很多的那个细项说明文字了 好 举例来说 那一个家庭的介绍 当然会介绍 爸爸 妈妈 父母 然后接下来 兄弟 姐妹 对不对 大概会把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啊 介绍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应该会有这些项目 那如果说 自己的学历 那有些人 像例如说 假设你要去竞选 选县长 好 他是不是就必须要把你的国小 国中高中 罗列出来 好 例如说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好 研究所 可以吗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区分一个 嗯 就是 不同的项目 第一个是标题 标题 这个标题就是整个内容 很 就是可以代表说 这个内容文字的一个标题 再接下来呢 这些就是像项目文字 至少也要是 握的里面的 次一阶的文字 就是次标题 可以哦 好 那你会发现 这样子一个画面呈现 好看吗 一点都不好看 为什么不好看 第一个 背景是白色的 第二个 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空荡荡的 没有东西 也不专业 更别说好看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在 呃 PowerPoint的里面呢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功能 叫做 Smart Art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快速 三秒钟大改造 好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尽量不要用功能 能用右键 就尽量用右键 好 接下来 转换成Smart Art 转换成Smart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项 你滑鼠游标 还不用点下去 当你今天移过去的时候 他就会呈现他的一个内容 让你来去做 呃 就是观看 好 等 如果说你觉得说 哎 这个 这个是你想要的 好 你再点下去 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样子一个内容 感觉又比刚刚好很多吧 如果说 如果说再搭配 再搭配 这个格式的设计 举例来说 变更颜色 我把它变成多彩的颜色 还有 我不要平面的 我要做成2D的 这下面还有很多 好你看哦 是不是可以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就可以把这个简报的内容 整个大改造 这个功能叫做 smartart 可以吗 如果我们想要修改 smartart的格式 或者是说把smart 里面的那个样式啊 恢复成原本的文字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用 Ctrl加Z 还原 但是哦 我相信你要问的 绝对不是说 还原到上一次 而是说 我已经做好的这个 smart文字 如何改成 一般的那个文字 好 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 当然是点到 物件 点到物件的时候呢 先讲 这个是经常同学会问的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 内容的修改 可以吗 例如说 你把研究所在区分为硕士跟博士 那你就可以把这内容删掉 那我想这个文字的修改 应该还蛮容易理解 那如果不小心在这边把 那个对话框关掉 没关系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它是不是有一个往左的 那个方向键 点一下 它就可以又把这文字框跳出来了 好 接下来 那这些 这些的很漂亮的 专业的 这个smart文字呢 如何变成类似这样子的文字 好 当然 在这边我们就要看 右上角的功能操作咯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不是有设计跟格式 我们是要看设计 设计里面有一个转换 转换 转换 转换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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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恢复了 好 转换 就是文字转换 转换为smart 前面是不是有一个转换为 对不对 所以 当你今天转换成 当你已经做成smart 你在这设计里面 就要去找转换 转换成文字 可以 那转换成图片就不会再修改了 另外还有 我不喜欢这一种的版面 我能不能再换 例如说换成这一种 而且这边有很多 这边有非常多 可以吗 例如说换成齿轮的方式 好 不过它齿轮只能放三项 反放三项 好 那我们还是改回 刚刚的 例如说 这个 或这个 可以吗 也可以往下移动 有没有 是不是都跟着 跟着 项目的一个修改 可以吗 好 那我想这是针对于 那个 smartart 一些格式的说明 简报 左边 缩图区 缩图区 我们大概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这是缩图 缩图是不能修改的 这是编辑区 编辑区里面 我们才可以针对内容做修改 好 那 可以修改内容包含背景 包含色彩格式等等这些 甚至动画 可是呢 除了这个缩图的呈现方式 我们称为叫做标准的模式 其实在 简式底下 简式 我们还有一个叫大纲模式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学历 因为它有国小 国中高中 已经变成smartart 它这边就不呈现了 好 那 经历 经历 那也许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 专长好了 如果说你习惯使用 大纲模式来制作 也可以在这边练习看看 怎么制作呢 例如说专长 按一下 Enter 它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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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透过一个叫做 tap 键 它就变成不是增加投影片 而是增加 就是专长的文字 好 举例来说 假设我的专长有 比如说 演讲 Enter 唱歌 好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增加 这个一般文字内容的输入 可以吗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 就做一下 就是说在大纲模式底下 如何增加文字 增加说明文字 首先 首先 第一件事情 点选 减4 然后第二件事情 点选 大纲模式 点好大纲模式之后呢 请在 专长的位置 专长的位置 然后分别输入 0的专长 2项就好了 记住哦 我这边透过一个叫做 TAB键 变成四项文字 TAB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 打开已经存在的档案 这叫开启就档 那开启就档的开启方式很简单 就是快点两下 可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里面 如果已经灌了 OFICE2010 也灌了OFICE2013 这个时候的开启方式 你就必须要先打开 OFICE2013 然后接下来呢 用档案 开启就档 那我刚刚是不是 呃 跟各位分享 我把档案放在1词叠基 对不对 那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你一刚开始看到 你一定会觉得很乱 好 那你一定要稍微了解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就是云端时代的来临 所有东西都必须要放在云端上 所有东西 那是不是包含档案 你做好的档案 放在云端 然后才有可能跟别人共用 如果你放在家里面的东西 能不能跟别人共用 不行 所以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知道 放在云端才能够跟别人共用 那共用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对吧 未来如果说我现在 我想要快速产生一个 100张投影片 的文件 一个小时之内 我是做不完的 可是如果集结50个人 共同制作 一个小时绝对做得完 就一人只要做两张 对吧 所以共用 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而且共用还有一个很棒的重点 就是 各位依自己的专业 依自己的专业来制作文件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里除了OneDrive 就是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 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电脑 电脑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选择是电脑 接下来 接下来 那电脑里面最常使用 最常放置文件的地方 无非就是桌面 这是不好的习惯 各位一定要改掉 还有就是我的文件 预设你的制作文件 是不是都会放在我的文件下 所以这边一定要 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浏览 来去找到一碟 因为电脑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碟 叫做一碟 好 所以透过浏览 来去找一磁碟机 然后smart0425 开启 可以吗 好 我还必须要重复 再跟你讲一次 就是这边 这边 好 对不起 档案 开启就导 开启就导 稍微注意一下 这件事 然后选电脑浏览 然后smart0425 开启 好 然后开启了这个档案之后 稍后再跟你分享什么叫做安全设定 当我们一刚开始打开这份文件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刚是用开启就打开这个文件 请问这个文件现在能不能做一些编辑 不行 例如说 我现在选到 直讯一网 Delete 它不理我 我真的操作了 例如说 我把它剪下 你看这边全部都是灰色字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不能使用 为什么不能使用 因为我还没有启用编辑 可是 为什么 它一定要先有一个要启用编辑呢 好 那我们就要先来回想一下 你刚从什么地方把这个档案抓回来的 抓到你的一碟 就算是抓回来 对不对 你刚怎么取得这个档案 是不是来自于HTTP 只要是你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文件 全部 它都会有多一层的安全控管 所以 所以你现在先把这个档案先抠回来 抠回来 不能编辑 可是可以看 它认为你还没有完整的下载成功 直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算是完整的下载成功 点 启用编辑 因为当你今天针对这个档案只有检视权 而没有编辑权 就是修改内容 这叫编辑权 这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下载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点选了启用编辑之后呢 你才可以针对这些内容去做 例如说检加复制贴上 你看这边是不是都变成黑色的字了 而不是灰色 可以吗 所以 你 只有 只需要做一次哦 日后都不用做了 就针对这个档案就完整的真的下载下 变成你可以编辑的档案状态 好 好 那如果如果我今天呢 我们制作一份简报 如果我们今天制作一份简报 这份简报我是要针对一些 例如说 职讯局的人 然后针对他们 制作哦 一个就是OBIS2010这个课程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刚刚有给各位一个 OBIS2010TIP40招 这个档案 好 这个档案呢 其实我已经把标题全部都写好了 呃 有分简报的十个功能 有分 呃 像例如说 这个是工作效率提升 好 然后会议管理 然后Word的制作方面 然后呃 档案管理 电子邮件 商业智慧 好 总共40招 好 有大概六个主题 六个主题 那这些内容呢 我想快速的 本来它是一个Word的档案 对不对 快速怎么传送到简报里面 好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Word里面 我们来看 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在第八张头影片之后 就是它下面 增加刚那Word那些标题字 把它快速传送进来 所以做法就是常用 常用 这边是不是有新增头影片 因为 呃 等于是说 本来是不是第八张头影片 你是不是要增加第九张 第十张 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所以这时候新增头影片 新增头影片有很多很多种 其中这边 从大纲 插入头影片 因为刚刚那Word的标题文字 就是大纲文字 所以点选这个 从大纲 插入头影片 可以吗 如果你速度够快的话 你应该找到那张头影片 而且赶快圈 第几页 第五页 知道吗 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点选 常用 然后 新增头影片要点下面这个文字的部分 新增头影片要选下面这个文字的部分 圈起来写 二 接下来是不是 三次从大纲插入头影片 可以吗 好 点选它之后 我是放在 一一磁列击 这个就是开启救挡 对不对 这跟刚刚开启救挡 画面是不是一样 好 然后一一磁列击 这一磁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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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招 插入 剩下就是 电脑的工作了 以前我们要怎么做 复制贴上 对不对 你从word是不是选好标题字 复制 然后贴到简报 简报是不是有分标题区跟文字区 你贴到简报的标题区 那现在呢 你看 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有看到吗 第九章 成功简报关键篇 十个 然后接下来 工作管理效率篇 可以吗 这几张图片 是不是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你是不是接上了很多 复制贴上的时间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尝试做一下 把word的大纲 大纲文字 快速的抓进来 我们现在要来学习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在简报里面 做了很多很多的标题 做了很多很多的标题 那这些标题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传送给word 好 答案是可以的 怎么做呢 答案 汇出 点选汇出 之后有一个叫建立讲义 建立讲义 好 点选建立讲义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因为 当我们今天来去思考简报的内容 我要传送给word 这个使用时机 就是指说 只要说我已经先制作好简报了 接下来我要去做一个很长的word文件 然后发给别人去做一个说明性值的word文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只要简报的标题字 也就是只有大纲 把powerpoint里面的大纲文字 传送给word 好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剩下来 又都是 电脑的操作了 好 记得 最后你要点选这个word 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powerpoint的文字 只要在powerpoint里面的文字或标题字 全部都会传送过来 可以吗 这些文字应该都有印象 甚至 甚至在这个地方 成功简报关键篇 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些word文字 这些原本在word里面的文字 都全部都传送过来了 这方便你不要再做什么复制贴上这件事了 而且一字不漏 帮你做完 好 请你们尝试动手做一下 如何把简报里面的标题字传送给word 当我们在进行简报制作的时候呢 请你自己去思考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曾经做过这样子的简报内容 记住 在简报里面 它第一个字 简报的简 它其实本身具有简洁 简单 那怎么样可以去做到那个简而有力 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只讲 只呈现重点 那这些文字应该是属于说明文字 这说明文字应该放在被忘稿 应该放在被忘稿 例如说 例如说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这里面 复制 然后贴到被忘稿 这边贴上 那到时候呢 到时候这些内容是要把它删掉的 这些呢 应该是删掉 然后到时候呈现出来是专案名称 然后可能这些详细的内容啊 就要用口述的方式说给别人听 因为这才是简报真正的精髓 要跟各位分享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很长很长 很多文字的简报内容 变成这样子的内容 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简报在制作时 要画版为简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说你以前曾经做过类似这样子的简报内容 建议你就尽快的把它修改成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方式 好 然后再把那些相关的 例如说简报名称 简报名称 例如说你的主管现在看到这一个画面 然后要报给别人听 因为通常制作简报人跟报告简报人 是两个不同的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那如果是不同人的时候 当你的主管看到这一页的时候 好 他一定会这样说 我们现在要跟你分享的是 专案概述有三个部分 其中专案名称 这个时候人家会很想要至少大概听到一下 名称是什么 对不对 或者是假如你的老板这样报告的时候 被台下的观众听众 问了一下 那请问你专案名称是什么 他这时候能不能回答出来 他这时候是不能回答出来的 你说这时候该怎么办 对不对 好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超是很重要的重点 好 那如何看到小超呢 下午我们再跟各位分享 好 接下来 再复习一下 这个东西 转换成Smart 刚刚有跟你们分享 好 所以这边请各位稍微知道 就好了 所以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绝对不要制作这种 很多很多说明文字都放进来 绝对不要做这种事 那接下来 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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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不要放这么多的字 那请问你 这边 都是标题文字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获得里面的标题文字 跟简报里面的标题文字 如何快速你好简报架构 你觉得你要留下什么内容 简报架构 好那我就把前面删掉咯 可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所以简报这两个字 其实也是多余的 对不对 例如说 李氏祖父 里面放的人是不是几乎都信任 对不对 所以还需要把什么 李一百李二百李三百 那个李呈现出来不需要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好所以 只要你在这里面 看到简报两个字 其实都可以删掉 好所以 最后是不是精简变成简报 可以吗 你要用这样子一个思考方式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什么 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焦的技巧 所以重点是什么 怎么会是聚焦呢 聚焦是动词 文字 对 可以放文字技巧 你放文字技巧是OK的 或者你放文字 因为在简报里面 我们是不是讲smart art 是不是文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甚至就请你们自己来去琢磨 因为这个不是老师要 就是一直要跟你讲 而是你必须要提升到这样子一个水平 可以吗 好 接下来 有了这个简报制作的时候 有了这个简报制作的技巧 嗯 接下来 好 这样子好了 我还是给你们一点点时间 请你们去做两个 这一个 跟这一个 然后等一下我们对一下答案 好不好 就是最后了不起 二到四个字 可以吗 二到四个字 好 接下来 其实在PowerPoint的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图示 这个图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图示叫做自动调整 自动调整 当我们今天文字太多项 那多不多才算多 7列 7列是预设的一个饱和 那如果说超过7 也就知道第8列的时候 这个自动调整选项就会出现 对我现在实际做给你们看 例如说我现在新增一张投影片 在这边输入A1 就地列 然后B2 C3 D4 E5 F6 G7 好 你看这边是不是已经7列了 这边都还OK 没有出现任何任何的自动调整选项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当你打出第8列 好 例如说 H8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 这个自动调整选项是不是就会出现 好 那我们回来看这个办例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边告诉我们说 这个项目文字 应该说是文字太多列了 他建议我们把它拆分 例如说变成两列 或者是更多列一点 好 例如说我们就点选这个图示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一个分割两张投影片间的文字 点了他之后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成功简报关键篇 这地方是不是也叫成功简报关键篇 通常我们会在这后面加一个序 对不对 继续的序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现 他就是把刚刚前五项放在第一页 然后后五项放在第二页 就是大概在一半的位置 拆分成两张投影片 可以吗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 那请问你 现在因为只有123456 六列 所以还需不需要出现自动调整选项 不需要 如果这边还是超过 例如说七列 好 这时候他左下角还是会出现 你就再继续把它拆分就好了 好 来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自动调整选项 下来我想要请你们去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部影片 这是一部影片 当你点了播放 他真的就放给你看 是不是直接动给你看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之前就已经有的功能 不同的地方是在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对不对 以前我们只能放那个长方形 现在我们可以任意的改变它的形状 好那我们就直接做一下 如何插入视讯 插入影片 是不是就点插入插入 您看哦 再强调一下 我们刚刚大概把常用里面的一些功能 文字的格式化 简报的制作 整基本的概念 大概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展到插入了 插入这边 插入图片 插入视讯 其实我觉得都大方小异 就是把外来的物件插入进来 插入进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讲解或者是解释那些文字 因为有时候你要把那个一个表格 透过文字描述 你要讲很多很多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放一个表格比较容易一点 好所以在插入的意义 真的就是把一些外来物件把它插入进来 目的是为了辅助说明文字 插入视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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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如说线上视讯 也就是网路上的影片 好 我个人电脑上的视讯 那我建议 那我建议各位就是直接点点这个视讯 然后选择我个人电脑上的视讯 接下来拉下来点点视讯 视讯 视讯里面 范例 视讯 有一部影片 叫做野生生物 好我们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那先教第一件事情 改变形状 改变形状 那当然你看这边右上角是不是出现了相关的功能 改变形状 从左边看到这边 影像的图形 影像图形点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形状 比如说星形在这边 它是不是就改成星形了 可以吗 好这是改变形状 改变形状 那 因为同学最平板还会问到 还会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播放的时候 它要全萤幕播放 所以我就直接讲 在播放这边 播放这里面 播放 这里面有一个全萤幕播放打勾 然后呢 它会希望就是说 那个影片 影片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边自动 就是说 只要播放到这张头影片 它就自动播放 这一个影片 这个叫做自动 可以吗 好 所以大概同学会问的问题 我就直接先告诉你 关于就是说 这部影片的外形改变 那是不是跟格式有关系 格式里面的影像图形 那关于播放的控制 例如说你要一开始播就是全萤幕播放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做给你看 是不是点这个 好影片放映 那你等一下要点的是 shift 加F5 因为F5是从第一张开始播 你要播第四张 这时候是shift 加F5 全萤幕播放 你可是刚刚我还是点了一下 好 我现在动手做一下 影片剪辑 就是 PowerPoint的2013很棒的新功能 在PowerPoint的2013里面 如果当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一段影片 本来一刚开始是 然后去做一个改变 好 那我们现在就简简看 在什么地方呢 针对这一部视讯 也就是这一部影片 我们可以点选右上角的播放 影片剪辑视讯 好 点选剪辑视讯之后 这边就只有两个 控制 绿色是播 红色是停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整个影片一刚开始 然后到鸟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好 比如说我就海报这一段 其他我都不要 所以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绿色是开始播 好 移到就是一刚开始 海报一刚开始的地方 鸟结束的地方 接下来红色 好 假设我现在就只要这一小段 本来可能30秒 现在可能变成5秒 然后点选 确定 那当然我在播放的时候呢 我就只只会看到什么 就是海报在播放这一段 这就是影片剪辑 可以吗 好 好 那现在就麻烦请各位动手做一下 影片剪辑 视讯剪辑 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去背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图片 这图片 它的背景我想要拿掉 怎么拿掉呢 好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好 那看一下 这张图片的背景 怎么去掉背景呢 首先你可以针对这张图片 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图片工具 图片工具 第一个就是移除背景 好我们来看移除背景 你有没有发现 中间有一个就是说 要保留的区域 你只要选到小女孩的 例如说帽子的最上面 然后最左边跟最右边还有最下面 你大概就可以选完你要的主题 来我做一下给你看 例如说帽子应该再上去一点点吧 帽子 帽子 下来一点 大概选到这边 那下面呢 下面不啰嗦就选到最下面了 对不对 是不是选到最下面 左边是不是 太超过了 所以我们把它选少一点 选到这边 右边呢 右边再多增加一点点 好 上下左右调整 好了 那既然这边选不到 我就自己加回来 这边是不是还有加跟减 还有完成 好我们就点加 这下面我是不是要加回来 加这边 再加这边 是全部都要加回来 然后这边要加回来 这边要加回来 这是要那个领子 是不是 加回来 可以吗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打勾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小女孩 翻上去 稍微缩小一点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哦 在 PowerPoint的里面 你根本就 就不用再 转到比如说 Photoshop 或Fulling Pack 去做去背这件事了 知道吗 这叫移除背景 移除背景里面 很简单 就只有 就是加 就是增加旋律范围 减 就是 减掉 不要的区域 然后记得打勾 就是做完 可以吗 好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移除背景 这项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哦 表格 表格又是 呃 怎么一回事呢 好 表格跟各位分享的主要关键哦 其实不是在于说表格怎么制作 我想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制作表格 常用底下是不是新增 和影片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有新增表格 对不对 好 可是我觉得表格我也没做讲义了 因为表格里面 我只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观念 如果说今天 你把表格制作完 长这个样子 给你的老板去念 去念 好 他会怎么念 我们就请桃圆场代表 念一下吧 你是我的老板哦 你现在看到张同影片 你会怎么念 好 你看到张同影片 你要念给 念给大家听啊 那你会怎么念 对啊 你就直接把它讲吧 你讲大声一点 我们现在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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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十年度 八万人数 对 七万人 有九十二年 九万人 有九十三年 六万人 对 是不是从楼到尾念完 问题是简报 简报在 那个presentation 就是 呃 讲演的过程中 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 我建议各位 制作简报的人 你在遇到表格的时候 你一定要标示重点 好 你看怎么做 插入 表格 图案 图案 然后一个图形 例如说我现在插入 到这个地方 然后记得把这个 填满的格式改成 无填满 图案的边框 改成红色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请 那个桃园厂的代表 念一次 你现在看到这张投影片 你会怎么念 嗯 为什么只念92年度 因为他最多嘛 简报在报告的时候 你说要报告重点 什么叫重点 最高 或最低 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人在比最低的 参训人数 最低的是哪一年 没有人会想要知道 可是大家会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最多 92年 最多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觉得 你觉得 你希望你的老板 是要报告重点给别人听 你觉得 听众想要听到的是重点 还是流水账 我相信你们心中都应该有答案 所以你们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如果说制作表格的时候 你记住 我现在教你的这一件事 标一个框框 或加一个新字号 这都是把重点标示出来 让你的主管在报告的时候 可以更容易的把重点讲出去 别人呢 听众观众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也可以快速掌握资讯 这就是简报presentation的重点 在这个地方 统计图表 如果当我们今天新增加一张头影片 新增加一张头影片 我们是不是可以点选这个 插入图表 插入图表这边 插入图表这边 它直接进来的是插入图表 如果是新版 它就直接会出现建议图表 例如说2016版之后 这边会出现建议图表 好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点选确定 确定完毕之后 你可以去分别输入这些内容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想输入了 我们干脆就直接把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复制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这里面 删掉之后 直接贴上 可以吗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直接改掉了 90年度 这样子 91 92 93 好 所以我只是先简单的告诉你们 在简报中 制作统计图表 是这样做的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去输入这些内容 但是我相信 很少人这样子来使用 应该大部分都是使用什么 以上里面已经做好的统计图表 然后想办法在抛货里面呈现出来 可以吗 今天我们先动手做 我刚做的这个简单的简报中 制作统计图表的方式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在制作一份简报的时候 我们有一张头影片的内容 是来自于Word 那Word那边的表格要是修改 我简报 头影片里面的表格就要跟着修改 怎么做到这件事 首先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新增了一张头影片 新增了一张头影片 那这张头影片呢 它的一个文字里面 我是要放一个表格 可是这个表格是来自于Word 来自于Word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Word里面 这一个文件内容 复制起来 复制完毕之后 回到我们的PowerPoint 我们的贴上里面 这贴上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贴上 选择性贴上 在常用底下 第一个功能就是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贴上连结 直接按确定 那当然针对这个文字的内容 这个文字 因为是贴上连结 所以那边长什么样子 这边就会长什么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去Word这边 做一个简单修改 比如说把这个 office.com 改成 office.com.tw 然后这些内容 都一起改 复制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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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我是不是改了这四项 我改了这四项以后 我回到PowerPoint的这边 是不是也都直接改了 看得出来吗 因为这两边是建立连结关系 连结关系 所以我们不是在目的处 来去修改文件 我用的方法不是复制贴上 而是复制选择性贴上 可以吗 好 现在就可能要请你们实际的 动手来去做一下 如何把 获得里面的一个表格 获得里面的表格 然后呢 复制好之后 在简报里面 透过选择性贴上 而且是贴上连结 完成 这个正确的一个文件的应用 接下来我要分享 就是说如果我希望简报里面 有一个统计图表 这个统计图表 当然我不是透过这个插入图表方式制作 而是说我已经把 Excel的统计图表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希望是那一张统计图表 然后把它放进来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首先我们Excel里面 怎么制作统计图表 我觉得 这个视觉化的呈现 让别人知道 就是说一个数量分析的结果 这绝对是用统计图表来呈现 是最棒的方式 好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假如我想要知道 每一项产品 它的一个销售额 每一项产品它的销售额 怎么做到这件事 最简单做法 我觉得还是用枢纽分析 怎么做 枢纽分析 插入枢纽分析表 确定 因为我想要知道 哪一每一项产品 所以我们就把产品打勾 销售 销售的情形 那是不是就把总价打勾 算完了 可是呢 我直接要呈现的是 枢纽分析图 而且直接用枝条图 因为枝条图是最直观 让我们直接看得懂的一种表现方式 我们在简报里面 你当要告诉别人最容易比较的方式 它可以直接记在脑海里 我们一看就知道笔记型电脑 业绩最好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图 你不要再画很多种 例如说组合图 炫耀你在以色谣里面的功力 这就不太适合了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在简报里面 你要抓紧时间 让别人在很短时间掌握到讯息 也许是一个字两个字 也许是很简单的五个项目 然后这边看到最高的是哪一个 这就是统计图表 比表格好的地方 统计图表 复制 复制 然后到简报里 贴上的时候要做什么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确定 好 我现在就假设 假设我要去把我的书纽分析表 改变一下 看看说那边也是要改变 改变而且是资料改变 统计图表是不是要跟着改 好 那我们下来看 以色的资料改变 那不就是这个地方 假如 假如 我现在 因为第一名是笔记型电脑 第二名 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桌上型电脑 好 那我们就在资料里面 把桌上型电脑 这个 把它改成 前面 前面增加 两位数好了 例如说 10 英特 请问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就代表说那个 笔记型电脑 跟刚刚桌上型电脑 它的一个差距会 甚至有可能 我们的桌上型电脑 会提升很多很多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在我们的枢纽分析表这边 这边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我这边我就不想要跟你们细讲了 好 所以在这个 这个枢纽分析表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点一个重新整理 就是把资料表变成分析表 这一段重新整理 你会不会发现这个桌上型电脑的数值 是不是有增加了 看得出来 统计图表 因为重新整理之后 分析表改变 那统计图表是分析表的 那个视觉化结果 当然会跟着改变 请问你 统计图表改变 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去 PowerPoint的里面去看 那边 会不会改变 对吧 这就是我们关切的重点 当然一定要会改变 不会改变 那就 呃 上失了我们使用 那个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的目的了 接下来我们来去学相簿 相簿 就是如何制作一份简报 简报里面就是很多很多张图片 然后我要直接带到 带到后面的一些切换 切换好的一些设定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呃 制作相簿的方式 插入 因为现在我们刚教插入图片 插入视讯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 还有插入相簿 插入相簿 点上面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由此插入图片 因为当我们在看一个新的视窗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从左上看到 右下 好 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 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要求我们 把图片资料输入进来 好那我们第一件事 就把档案 磁碟片输入进来 好 他直接跳到媒体柜的图片下面 好那你就直接快速点一下办例图片 这些图片全选 你可以透过快速键Ctrl加A 或者是点第一张图片 shift键按住 再点最后一张图片 这样是不是就选到所有的图片 好插入 插入完地之后呢 就直接点建立 他就会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把那些图片分别放进来 分别放进来 这就是相簿的制作方式 相簿也有格式化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好的相簿 我想要再去做修改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时候啊 再插入相簿这边 插入相簿这边 他下面一个功能就是编辑相簿 因为如果你现在想要增加相簿 增加相片 好这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编辑相簿 你在哪里新增就在那附近可以做修改 好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档案 我可以再去选别的地方 我可以再去选别的地方 如果还有图片的话 这是各位可能必须要知道 例如说也许啦 也许别的地方还有 好这边 那我就选择我自己的好了 那我就选择我自己的好了 比如说我就想说至少选一个图片 不好意思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在这里面啊 真的可以找到 好吧 真的都没有 都没有图片 真的没有 好那就先跳过这一段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刚刚是很石板的这种长方形 如果我希望说如果我希望说这个形状去做一些修改 好 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一张投影片里面放两张图片 而且这两张图片呢 我希望是放个圆角矩形 圆角矩形 然后我们再点重新整理 你看哦 这每一张投影片里面 是不是 相片是不是都变成圆角矩形的方式呈现了 这就是那个格式修改 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可以吗 那针对我们的相簿 如果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切换 然后做设计切换动画 投影片放映 好那设计啊 设计我觉得下午我们再花时间来去讲 什么叫设计 现在我要讲切换以及档案输出 好 所以我们先做一件事就是说 假如说我第一张投影片播完 我要换到第二张投影片 这个动作叫切换 第二张投影片播完 我要切换到第三张投影片 这叫切换 所以 例如说在这边要提供非常多种切换方式 例如说百页窗的切换方式 例如说我现在在这一张 我去做那个 呃 就有很多种输送带 摩天轮 全景 好很多很多种 对不对 那么多种 我建议你们 建议你们 因为它是图片类的 所以呢 通常我们可能会设定自动播放 自动播放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新郎新娘 专心的去吃喜酒 不用在那边一直介绍 对不对 好那所以 几秒 比如说每隔 好 这个是 分 这是秒 比如说每隔三秒 我就换一张投影片 然后呢 请一定要勾选 全部套用 全部套用 这时候啊 这时候我们去播放 这张投影片隔三秒钟 就会再换到下一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隔三秒钟 又会再换下一张投影片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这就是投影片切换 投影片切换 而且是连续 呃 就是 从第一张换到第二张 第二张换到第三张 的一个切换方式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现在换你们动手做一下 PowerPoint的档案格式 也是一个重点 例如说我今天 我做完这份简报档案 我下次还要再打开来修改 这时候呢 我可以透过 档案 好 这边有一个另存心的 好 然后 然后 这个存心档 叫做 影片档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把这个存档类型改成影片档 这边有一个叫播放档 好 一样取名叫做相簿对取1002 一样放在文件底下 存档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两个档案的差别 呃 文件档底下一个是简报档 一个是 影片档 就是播放档 这个播放档呢 快速点两下 也就是别人执行这个档案 就直接开始播了 他会从第一张播到第二张 第二张 因为我刚刚是这 全部都是套用每隔三秒换页 的切换方式 他就直接开始播 可是这个档案可不可以进行修改 可以 一定要透过 假设你已经打开PowerPoint的底下 档案开启旧档的方式来去打开 打开电脑里面浏览 一定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开播放档 你不能快速点两下 因为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打开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这个简报档快速点两下 他就打开PowerPoint的 没问题 可是这个执行档 这是执行档 快速点两下 他就播给你看了 可是有些播放档 我们是可以修改他 怎么修改 透过档案 开启旧档的方式 可以打开播放档 可以吗 这就是 这两种档案格式 他主要的差别 差别在 一个是 可以直接修改 一个是你必须要透过 开启旧档的方式 来进行修改 好 那就请你们 动手来去制作 简报的播放档 是透过档案底下的 那个 开启旧档 可以 可以 再把这个播放档 叫出来 进行修改 好 那我们 接下来要分享 连续放映 如何设定 连续放映 如何设定 好 那 首先 首先在 呃 如果切换动画 已经设计完毕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透过 投影片 放映 这边有一个 设定放映方式 设定放映方式 勾选 连续放映 什么时候才结束 按下 ES 开始实践 好 点选 连续放映 然后点选 确定 那当然这时候 我们要来试着播播看 我们从第三页开始播 第三页开始播 直接点选 这个 第三页隔三秒钟 切换到第四页 又隔了三秒钟 到第五页 第五页结束了 所以它又回到第一页 可以吗 这样就变成连续放映 什么时候 才可以结束这个放映呢 ESC 这个按键按下去的时候 好 那现在就要请你们 动手做做看 连续放映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分享 音乐 音乐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放一个背景音乐 那这个背景音乐呢 如果是你自己自制的 那当然你就可以拿过来使用 那如果说你今天 我们在简报里面 简报里面 把音乐放进去 而且它等一下 要从第一张影片播到第二张 第二张影片播到第三张 以此类推去播完这个音乐 可是那接下来这只有五张音乐 它要继续连续一直播放同一首歌 不要又从头开始播 这时候要怎么做呢 好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先把音乐插入进来 插入到第几张 第一张 当然你要看你是从第几张开始播 我现在的做法是说 我要第一张播完播第二张 第二张播完播第三张 每一张都要有背景音乐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音乐一定要放在第一张 好这时候插入音效 不要随便上网去找 线上音效 要找的是这个 我的电脑 我个人电脑上面的音效 好例如说 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音乐比较轻快一点 第二个音乐已经开始慢 第三个就叫你睡觉的音乐 所以我们用第一个音乐好了 插入 大概听得出来 好 那我接下来呢 针对这个音乐 我要让它设定成连续 因为如果我现在去播放的话 播放的话 我点一下它 因为它三秒钟就要切换到下一张 所以它就只能播一下 它就没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把它变成连续 每一张后面都要有这个音乐 这个设定其实蛮简单的 你快速点两下 就回到这个音讯工具 里面的播放 因为我希望它跨头影片继续播 所以这边都选这一个 还有这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它是自动播 因为会怎么设自动 自动意思就是说 我不希望人还要再去点它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吃喜酒 对不对 吃喜酒的时候 你就不希望有一个人手动去点它一下 如果你还要人点它一下 这音乐可能就不会被播出来 因为每隔三秒钟播放 每隔三秒钟播放 这一张你必须要在很快的三秒钟之内 一定要按这个符号 它才会播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就设定 开始是自动播 然后跨头影片播放 旋转播放直到停止 因为刚刚我们是不是第一页 切换到第二页 第二页切换到第三页 第三页切换到第四页 第四页切换到第五页 回来第一页的时候 是不是重新开始播这音乐 可是通常我们会把音乐 就是变成幕后的音乐 就让它直接不要再有重新播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们要勾这个旋转播放直到停止 什么时候才会再重新播呢 直到就是说这个音乐整个结束 这个时候我们来去做播放 好 第二页继续是有音乐来去播 三页也有播 配音乐 第四页 第五页 第五页也有配几页 那回到第一页咯 不行 它好像只能设定到 都重新播 就是刚重新在播这一张的时候 它又真的又重新播了 这边循环播直到停止 奇怪 这边还有一个放音词播放 也是有同学会询问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指说 这个画面是不会出来的 右上角是没有停止的 什么叫做抹片 简单的说就是一字性的设定 举例来说好了 我希望说这个标题字 是蓝色 这个标题字也是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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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把每一个标题字的颜色都改掉 对不对 100次 100张投影片 有100个标题 你就要做100次 这个设定方式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思考 有没有一次 就可以把重复性的工作都做完 有 这个东西就叫抹片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首先 我们点选 检视 检视 而为什么点检视 因为 母片 就是一字性的一个设计 很像是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呢 一般我们是不用去看到它 去修改它 那这个地方 它什么时候才需要 就是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再叫出来 好 检视 跟 看有关系的 就是放来检视 投影片 母片 投影片 母片 用笔 在笔记上面做一下 记录 投影片 母片 这是2 对不对 投影片 母片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的 母片 这一张 这一张 是最大的一张 它分别控制 这个叫标题母片 这个叫做标题及物件的母片 意思是说 现在这最大的这一张 你如果说在这边修改它的标题 就等于修改了这个区域 也修改了这个区域 以此类推 可以吗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修改每一张投影片的标题 那我就做这一张 那如果我只希望修改那个 例如说 假设我希望修改那个标题及物件 标题及物件 刚刚不是有很多张像 学历啊 经历啊 工作啊 专业啊 兴趣 是不是都是用标题及物件这种版型 那如果我希望这些字都做一个动画特效 动画特效 那我就只要修改这个地方 因为它就不会动到这一张 好 那因为我现在希望我的每一个标题字 标题字的颜色都改 都改成蓝色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只要选到最大的这一张 接下来是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点一下它 我希望是蓝色字 所以我就选常用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 假设我改成这个蓝色 而且我希望它是出体 字型也顺便改一下好了 比如说微软公司 它后来2010版之后 出了一个叫微软正黑体 比如说 我们就用微软正黑体 好 你看 下面这些是不是都变成蓝色字了 你有没有发现 好 那当然 我刚刚是不是打开母片 透过检视 打开那个投影片母片 那现在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关 因为我们中间是设定 设定完毕 我接下来就要关掉母片 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 你看 是不是每一张这个字 都改成什么蓝色了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好 以上就是一个母片的介绍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母片 快速的完成一致性的标题文字设定 我现在想要利用母片 母片 来一致性的设定 设定哪一种动画呢 设定哪一种动画 这一张要不要设任何的动画 答案是不要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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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张投影片 通常是给别人直接看到的 对吧 就是 当你今天去参加任何一个研讨会 或者是视讯会议的时候 他一定 当你走进来 你一定会看一看 今天题目是什么 他如果在做动画 动画是不是要演讲者去操控 那个时候 第一张投影片的画面 他是不做任何动画的 可是 第二张 这个地方 他应该就可以开始做动画了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一张做动画 这个标题做动画 那请问 这个要不要也设动画 当然要 一致性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何一致性的把每一张标题 都设好同一种动画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 好 那 第一件事 检视 投影片母片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选最上面这一张 而是选这一张 这一张标题及物件的母片 他控制谁 控制刚刚那个第二页到第七页 第二页到第七页 好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标题物件 动画 动画是不是在这边 动画 所以我们就选好动画 这边有非常多种动画 当然啦 这一定是新改版 新改版就加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动画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用太复杂的动画 决定来说 今天你看一下这个飞入跟飘浮进入 我会觉得飘浮进入比较好 为什么呢 过大的 巨大的动画 跟那个一点点的一个动画 我会觉得会让那个听众观众比较 那个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太大的动画反而不好 好 所以建议各位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好 那选好这个飘浮进入 这边我们有一个方向 例如说从下面 对不起 向下 这边向下会比较好 因为向上的话 那会带住一点点文字 然后再往上跑 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向下浮动 就从上面这样跑下来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可不可以射很慢 这边都可以控制 但是我比较不倾向 建议你们射太慢 太慢的动画会让人家产生视觉疲劳 所以用预设就可以了 让别人看到这个动画效果就OK了 接下来我们动画是不是已经设计好了 设计完毕之后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1 或者是一个编号 接下来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抹片要结束了 所以是不是头影片抹片 关闭抹片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播放一下 播放这个按键 第一章 不做任何动画 好 我切换到第二章按一下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章最上面那个标题 是不是从上面往下浮动 好 接下来第三章 上面是不是标题字 好 按一下 它是不是从上面往下降 这样可以了解吗 每一章的标题字都会是相同动画效果 用什么来去做到这件事 母片 好 接下来我们来去跟各位分享一下 背景 背景 那各位看一下第一章头影片 它是属于标题的版面 好 滑鼠右键 版面配置 标题头影片 有看到 那第二章到第七章 第二章到第七章 它所使用的版面配置呢 都是标题及物件 好 有时有中 我们去看第七章 版面配置都是标题及物件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大概知道说一份简报 至少分两种形式的头影片 第一个就是标题的头影片 第二种就是第二页到第七页的这种头影片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 去思考一下背景 那背景其实你从设计里面 它已经预设了非常多种 非常多种背景 而且这会随着 如果你今天选择2016版 这个设计会更多 更多 你现在看到只有这几种 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种 那你可以直接 那个上网来去找 上网来去找 例如说假设你喜欢星空的布景主题 那你就直接上网来去找星空 好 好 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就随便套用其中一种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一张是标题 这一张是标题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这一张开始 第二张开始标题及物件 他是不是做的 这两种是有点变化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好 那他在母片里面 母片里面 检视 投影片 母片 就可以发现 这一张 跟这一张 他的一个 那个背景 就做不一样而已 有看到这件事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想要先把这个背景啊 先回复成 回复成完全空白 就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我们来自己 自己尝试动手做做看 因为有些人 有些人他会把第一张投影片 就放那个公司的那个logo 然后呢 接下来到从第二页开始到最后一页 他可能在右下角这地方 或者是左下角这地方 或者中间这地方 就直接放那个小型的logo 就是很小很小logo 有人是这样做的 这样子的话可以代表说 什么意思 这份简报是 是属于统一企业的简报内容 这是一种宣示的意思 然后你外流出去的简报 绝对不可以是PPTX的简报形式 一定是要PDF 所以简报还有另外一种格式 你一定要转换成PDF 然后给别人 不可以给别人PPT档案 你给别人PPTX这个档案 无疑就是把所有这些文字内容 全部都怎么样送给别人了 记住哦 不可以给别人PPTX这种档案 只要是外部的人都不可以给这种档案 好 我们实验室是有这个规定 你们有没有这个规定 没有啊 怎么可能 赶快 在座没有资讯人员 赶快把这一条规定起来 不然那个 智慧查案权都是在这里面 真的都是在这里面 好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只能给别人PDF到 不能给别人什么DOC啊 或者是Excel啊 都不可以哦 只能给别人PDF到 那我们实验室是这样规定的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我现在想要制作那个背景 背景 我们来看一下 检视 投影片母片 针对这一张 针对这一张 我应该设定它的背景 因为如果你设这一张 就每一张都一样了 可是设定这边 我设定我的背景 好 那 我就用 用一个简单的布景主题 好 这是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方式 假如说我今天我用这一种 好 那针对这一边 针对这边 它就只有这条线 你有没有发现 一张是这样子 然后一张是这样子 好 这是用布景主题 那我先还原 不用布景主题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针对 针对这个的背景来去做 比如说背景的格式 我设为建成填满好了 建成填满 好 那这边是我的标题 这边是我的标题 这边是我的标题 我现在我就直接套用成这个样子 这边等于是说我就简单设一个背景 那接下来我希望只有这个地方设背景 其他都是白色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针对这一张 我是不是也设 例如说建成填满 我要稍微修改一下 把这一张开始啊 就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可不可以改颜色 比如说改成白色 就是我的意思说 只有这边有建成 其他地方都没有建成 意思是说什么 这一张看到的是一个整个都是建成 这一张看到就是一小区块是建成 好 去区别什么是标题投影片 什么是一般投影片 好了 接下来我背景是不是设计好了 设计好 而且这一张跟这一张有设 有一个关联性 好 接下来我去看一下 这一张是不是整个的背景 全部都设好了 而且是蓝色的建成 这一张呢 是不是只有标题的地方 我给它蓝色的建成 那你不晓得会不会想要问说 老师为什么是标题的地方设蓝色建成 这张投影片最重要的地方是 标题区 所以我就把标题区啊 改成蓝色的背景 那这边就不是很重要的区域 所以我就改成白色来呈现 可以吗 这样子可以知道我的手动背景的一个设计的意义 好那就请各位哦 来去尝试动手做做看 如何把背景透过某片的方式设计成 就是说标题有标题的背景 一般投影片有一般投影片的背景 好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相簿1002这个档案里面的相片 投影片 复制进来 好怎么做到这件事 而且我希望保留原始来源档案 它的格式 背景格式 而不要用现在这一份文件的背景格式 也就是母片嘛 我希望保留保留来源档案它的母片 好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常用底下 常用底下 新增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 好所以当我们希望就是说 使用别人或者是其他档案的投影片内容 这时候我们要透过常用 新增投影片的另外一种方法 叫做重复使用 重复使用 就是好像别人已经做好了 我再把它重新使用一次 reuse 好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透过浏览的方式找到 我要重复使用哪一份投影片 好那 这投影片应该是这个 文件底下相簿1002 好 记住哦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保留来源格式 那当然包含背景哦 所以这边一定要打勾 然后请勾 请点一下投影片2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进去了 有没有修改修改它的背景 没有 如果没有勾 我就直接点它 那个背景哦 因为它直接这个 这个投影片 它本身就有一个黑色的底色 好 所以还是要勾选 我先把这一张删除 然后保留来源格式 点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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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就把 另外一个档案的 通影片内容直接放进来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说你今天是不是做相簿 好 你把某一个资料夹的图片 例如说已经叫进来的30张 可是接下来 你又再做另外一个相簿 然后把另外的50张做好了 接下来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投影片 最后用 现在教你的方式 重复使用投影片 把它汇集成一个很大的投影片 很大的一个简报档案 然后到时候去播 可以吗 绝对不是在那边重复播 例如说三个档案 因为没有这种设定 而是把三个简报档案 透过这种重复使用投影片的方式 变成一个简报档案 可以吗 然后还没结束 你必须要去看 检视投影片抹片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两套抹片 你一定要知道 这是第一套 这是第一套 然后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这边 还有其他 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们如何重复使用 别人的投影片 好 我现在要带你们做的是一个 意境式的一个简报动画 甚至你可以把它 透过一个自动播放 变成卡片的形式 再加一些很漂亮的文字 你就可以去说故事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到这个 意境式的一个简报内容 首先我们先把这份简报修改一下 这是透过相簿制作出来的 所以我们去编辑变成一张一张的投影片 所以怎么做呢 这时候我们把那个图片的配置是调整至 投影片大小 既然是调整至投影片大小 它就不是一次呈现两张 而且投影片的大小 所以它一定是举行 因为投影片是举行 好 所以重新整理 这样我们就变成 恢复成很多很多张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 复制 贴上 好 那我现在呢 希望做一个简单动画 就是说 让我们看到 从黑白变到彩色 从灰阶变到彩色的动画过程 好 所以下面这一张的图片格式 我把它色彩改成灰阶 灰阶 然后呢 我希望上面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 我 用 淡淡的出现 好 所以在 动画这边 淡出 有看到它的差异性吗 就是从 灰阶 然后慢慢慢慢 变成一个 彩色 那我会希望说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这个期间 不是只有0.5 5秒 好 好 我们来去 透过这动画 动画的窗格 去播一下给你看 感受一下 它本来是灰阶 有没有慢慢变成彩色 再做一次好了 就是把这一张啊 复制 贴上 好 下面这一张 我们把它变成 变成什么 灰阶的色彩 就饱和度变成0 然后接下来呢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做动画 做什么动画呢 做成这个动画是做淡淡的出现 那这个期间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设成10秒 这样子会更有那种意境 去播放一下 还是不黑白灰阶 然后慢慢慢慢加一点颜色 慢慢加一点颜色 如果你再把整个投影片啊 整个投影片 做成什么特效 做成投影片切换的时候 做成10秒 每隔10秒 全部套用 好 我们来去播放一下给你看 从这一张开始播好了 因为第一张我没有做 那是不是就出现那个灰阶 然后慢慢慢慢出现彩色 等一下哦 大概等到10秒钟 它是不是又再换了一张投影片 回街的哦 有没有慢慢加了颜色上去 好我只做到这一张 你可不可以自得再做第三张 这是透过简报的动画 帮影像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画设计 那到底什么是动画呢 简单的说 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先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 我下面这一层 我下面这一层 是不是做 一个简单的颜色改变 变成饱和 不设任何动画 它就直接呈现这一张 接下来呢 上面这一张 我是不是有设动画 所以我设的动画呢 它会不呈现出来 可是动画要分很多种 我现在设的是进入类的动画 什么叫进入类动画 所谓进入类动画就是 因为进入类的动画 所以一刚开始你看得到这动画吗 看不到 意思就是说 你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看到这一张背景 灰阶的背景 接下来呢 因为我做了一个 飞入类的 就进入类的动画 叫做淡淡的出现 淡出 淡淡出 就是慢慢的出现 可以听懂我的意思 就是本来没有 然后后来变成有 这就是属于进入类的动画 好了 既然有了这个进入类动画 那接下来我出现的时间 我就把它设成10秒钟 它就开始慢慢的 从没有变到有 呈现 那没有 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任何影像 后来变到慢慢有彩色影像跑出来 所以是不是意思就是从 没有 就是灰阶这个影像 慢慢变成彩色 这样大概可以理解 我动画在做什么 那接下来呢 我先把它还原 放回去 这个动画的 这个动画 我刚刚是不是有打开这个动画窗格 在这里 动画窗格 关掉 然后动画窗格打开 好 针对图片2 为什么叫图片2 这个叫图片1 这叫图片2 其实你怎么知道谁是图片1 谁是图片2 那你可以用常用底下 这边有一个选取 选取窗格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等一下我要先把这个图片2 先稍微搬下来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图片1 这是不是图片2 或者是我们用眼睛 眼睛 让图片1看不到 让图片1看得到 这样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我们可以透过选取窗格 然后把物件打开或者关掉 好 那你一定要知道说 我现在修改的是什么 我的灰色背景 灰阶的那个底图 灰阶的底图 它是不做动画的 所以它就自始至终一直呈现在那边 好 那这个动画 我是不是只有设定上面这个动画 图片2的动画 而且这个动画 你可以去透过这个效果选项 效果选项 然后对于动画有进一步的了解 你到底设了什么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我设的动画效果叫做 弹出 要不要有声音 不要 然后动画播放后 要不要改变 例如说 有时候我们希望动画播完之后 它就隐藏起来 这边等一下我们再教你 那个互动式动画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学会这件事 好 然后再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动画 播放动画后隐藏 就是在做这件事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一个动画 好像有两个人 你先是总经理讲话 然后接下来讲文化 这个话的内容 你要隐藏起来 接下来就换 例如说 那个职员在讲话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全面那一句话 就必须要隐藏掉 所以你做完动画之后 你就必须要设成 动画播放完毕之后 隐藏 就要设成这个效果 好 接下来还有 这个预存时间也很重要 就是说 这个期间就是指 因为是有动画 动画是不是有动画开始 跟动画结束 这中间的过程就叫期间 这个坚持多久 例如说10秒 10秒 也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我是总经理 然后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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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是 那个我的职员 我跟他讲一句话 然后这句话 我要讲3秒钟 那你就把那个对话方块里面的文字 设动画设为3秒 就是期间只有3秒 这样可以了解 通常是设人肉眼可以看完这几个字的时间 好 这个期间 接下来要不要重复 就很少使用了 什么重复一次 重复两次 很少使用 好 所以这个期间大概要知道一下 好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动画窗格的设定 动画窗格 还有动画的基本讲解 好 我现在要透过文字方块 帮 投影片 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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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 然后产生互动式的感觉 好 也许我们可以做 做一个影像 它的一个字数 或者是你可以放两个人 两个人的对话 好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那首先 当然 我在这个地方 可以透过插入图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找一个 适当的一个 旁白文字 例如说这边 图做文字 好 那把它换 换一下文字 还有这里面呢 那我可以编辑一下文字 好 再看 然后稍微把这个字呢 改成大一点 好 然后针对这个字的颜色 好 全部设定好之后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物件 可不可以设动画 当然可以 设动画 例如说 那个蛋蛋的出现 好 然后这个蛋蛋出现呢 要 就是说 呃 延迟 延迟的意思是指说 我 本来吴伟雄出现 然后隔几秒之后 才出现这张 好 对如说 假设我现在等2秒钟 2秒之后 他就出现这一张 然后呢 然后呢 开始是 接续前动画 就是说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已经呈现 呈现完毕之后呢 等2分 等2秒钟 等2秒钟 然后接下来 我就 出现这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 假如说 我希望就是说 他用3秒钟来去播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文字呢 我们的效果 播放完毕之后 播放完毕之后 设为隐藏 这个播放动画 这个播放动画后 这动画我已经播完了 播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隐藏 这样可以了解 再出现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插入 然后 再去做 读说文字 好 那当然 一样把它 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这样子 然后编辑文字 好 真 希望 往 拍 一张 彩色照 好 然后把这个字呢 稍微设 大一点 这样方便别人去观看 这边 大一点 然后字体 一样设为 标凯体 然后字的颜色 例如说蓝色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物件 我们设 什么效果 好 在这个地方 动画 动画 一样选择 例如说淡初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是零 这是一 针对这个一 针对这个一 好 去设效果选项 设什么效果选项呢 对不起 刚刚这边忘记设 开始 什么时候才开始 接续前动画 接续前动画 就是前面这动画 他做完 我才开始做 这叫接续 如果是同时 同时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动画 两个物件同时出现 所以在这边 应该是有前后顺序的 所以我就变成说 接续前动画 然后这个期间 假如说也是三秒钟 好 期间三秒钟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可以针对这个效果 这个动画 播完之后呢 我就把它隐藏起来 确定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一张 你看这不自动就会出现这个字 然后它消失之后 下面这真希望拍一张彩色照 是不是又消失掉 然后是不是又 为什么我刚刚这三秒钟 他整个影像出来 大概要一秒多 然后接下来再放第一个 右上角这个文字大概三秒 然后接下来左下角三秒 然后整个再切换到下一页 大概一秒多 所以我这整个搭配在十秒之内要做完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这是整个那个时间的简单分配 而且我字不多 所以你绝对可以用这种方式 好像给人感觉 你有多增加那个剧情 而不是说只有做简单的一个 那个简报 好 请你们 现在尝试动手做这个互动式简报 好 好 在PowerPoint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PowerPoint的2013叫线上展示 线上展示 线上展示在什么地方可以做呢 档案 然后 汇出 对不起 共用 线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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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在2010呢 如果是用PowerPoint的2010 它是叫做全球广播 好 好 档案 储存并传送 传送里面的投影片广播 好 我现在透过投影片广播的方式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投影片广播 其实投影片广播就是全球广播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档案储存并传送 接下来点这个 投影片广播 投影片广播 点下去之后 这边 你要先去找按钮 这边有变更简报服务 而变更广播服务 还有开始广播跟取消 当然我们要选择的是开始广播 按下去开始广播 就代表同意以下的条款 就是这个服务合约 好 点选开始广播之后 我们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去等 到时候 他其实是把我们现在这个简报内容 上传到一个云端 云端随声碟 必须要透过你是他的一个会员 什么会员 以前的像例如说MSN的会员 好 点选确定 那我登入了 登入了微软公司 就是我是他的会员之后 他现在必须要把我现在要上传的 这个投影片 先上传到他的一个云端硬碟 然后产生一个虚拟的网址 好 所以我必须要等他 跑完这个广播 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把我现在这个简报内容 上传到他的云端随声碟 好 差不多等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嘛 然后他这些那个投影片内容 上传到就是网路上 他会产生这个网址 我现在先把这个网址用布置 通常这个时候假如说我要跟老板 他是我的老板 我把这个网址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寄给他 手机可不可以直接上传任何的电子邮件 可以的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使用你的手机 来去当做是电子邮件收发 如果你想要做到云端办公室 你也可以参考 我已经放在那个网路上 有这个云端办公室 就教你如何使用这些APP 电子邮件这个APP 是一定要会使用的 好 那我现在呢 先把它复制 然后制作一个文字档 等一下麻烦你们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或者是直接点它就取得这个网址 我把这个档案放在这里面 所以等一下你就到这个虚拟的10.10.2.122 去下载这个档案打开来 你就会取得这个网址了 贴到哪里去 这个网址打开然后全选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打开IE 打开IE 直接在这边做贴上 然后Enter 这样可以了解吗 然后大家会看到跟我一样的画面 就是等待往播中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正在等候往简报开始 这样可以了解 控制端在我这边 控制端在我这边 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现在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赶快去这个地方 下载刚刚那个address 这个档案 然后取得里面的内容 全选复制 贴到IE 最上面的网址列 就会到这个画面了 好 我画面就要还给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主控端的那个画面 现在就是 我用广播教学 你可以看到老师的 主控端的画面 是不是长这样子 因为我还没有点下去 开始投影片放映 好 我现在就点下去了 点下去了以后呢 现在 现在 画面应该就是相簿 然后每个几秒钟 只会换一张 每个几秒钟 只会换一张 现在我在讲什么吗 而且我不是开广播教学 同学 我现在没有开广播教学 红色灯是有开广播教学 蓝色灯是没有开广播教学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什么时候结束广播 例如说我点DSC 等一下 现在 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 应该是 应该是 就停在那边就对了 停在那边 那 那我现在要再切换回来 就是让你看到 那个主控端的画面 长什么样 就长这样子 就是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结束放映 也就是说 当我点下去 这个结束放映的时候 你们的画面 就会变成一片空白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简报内容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所以我现在我就点 结束广播 结束广播 好 你们现在再去看 你们的画面 应该就变成一片空白 应该是一片漆黑 那广播的背景颜色是什么颜色 黑色 为什么 我们在做广播教学的 我们在广播的时候 然后用这个机器 它这个地方 是白色的白木 对不对 白色的布曼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会把灯关掉 因为 为什么 因为这是透过光的方式 呈现出来文字或影像的内容 所以没有文字 没有影像的地方 当然就是黑色 所以绿色 绿色背景的颜色是黑色 这是针对广播的状态 是这样子 可以了解 好 以上是针对全球广播的说明 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 发生在2010版之后 的PowerPoint才有 这一个很棒的功能 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接下来 我们要分享 就是在投影片播放的时候 如何看到这下面的被忘报 那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尽可能的做到 做到它能呈现的画面 但是事实上因为它要在双萤幕 也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画面 再加上单枪投影机 但它现在不是接单枪投影机 所以我就没办法呈现双萤幕画面 给你们看 好 要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 我们可以透过Win7 有一个切换画面的方式 Windows加P 可以找到一个叫做延伸 Windows 都会叫做Windows按键吗 在房座跟OLT 这两个按键中间 是不是有一个Windows按键 加P OPQ的P 这样的话就可以开出这个 锦油电脑或者是同步 同步 同步就是说 我现在例如说 Notebook跟什么 跟这个萤幕 同步 这个萤幕就把它想成就是 单枪那个萤幕 好 那现在这是不是延伸 就是说 我自己这个画面 旁边延伸出来另外一个萤幕 这就叫延伸 好 我现在要切换到延伸 切换到延伸之后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这边显示于 有一个叫做 主监视器跟监视器2 好 我要先把这个打勾 使用简报者 简视画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使用简报者 简视画面 谁的画面 最重要的重点是不是在后面 所以你先了解画面 画面就是你看得到的那种画面 对不对 好 请问你 简报者 简视画面 做简报的人 就是 简报是不是有一个演讲者 演讲者的人 演讲者的人 他要看到的监视器 就是画面 是哪一个 好 是那一个 还是自己的 这是主监视器 监视器就是他 可以了解 监视器就是 投影机 监视器2 就是自己 好 接下来我要去播放 我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点F5 这个时候 这时候 你们都多了 你们都多了 就是 这时候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就像画面 你都不去 不去 对 我好 你知道 对不对 左边右手 现在投影片 這樣了解嗎? 就是左控端的畫面會直見這樣子 那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看到背望嗎? 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那其他人只有看到這個部分喔 其他人 例如說我在這邊寫 我要用螢光筆 筆記紅色 那別人看到的是這個地方 這樣了解喔 所以剛剛的一個操作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看到背望稿的內容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Windows加P 切換到延伸 切換到延伸 好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把這個地方使用 簡報則檢視畫面 要打勾 切換到 例如說 尖刺器二 這樣子的話 你看到的畫面 會跟別人看到的畫面不一樣 你會看到自己的畫面 而不是主要的監視器 主要的監視器 而且監視器其實不好 其實就是遠播中 投影機 就是那個投影機 主要的監視器 就是指那個投影機 所以你要切換到 我自己看到自己的螢幕 所以監視器二就是自己的螢幕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就是投影機 這個就是自己的螢幕 好 你只要做完 把這個改成監視器二 然後這時候你按F5 就是廣播 這個 點這個廣播 就可以讓別人看到 跟你不一樣的畫面 好 也容給你參考一下 當然你現在沒辦法去做 實際上這個嘗試 你可以動手做一下嗎 Windows加P 我們來觀看一下 就是說 在簡報裡面 針對圖案或者是影片 像例如說 這是剛剛放入進來的影片 那影片呢 如果我們希望把它的一個色彩做調整 好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建議 像我們這邊有校正 校正 在校正裡面 其中 像這個對比 增加20% 本來是長這樣子 後來增加20% 有看到嗎 我相信 只要你做這個 亮度增加一點點 然後對比增加一點點 都會導致原本的影像 從比較不亮 變到比較亮 好 比如說我現在 就只做了這件事情 我們來去播放 看一下它的影像改變 它絕對有變比較亮一點點 然後在對比上面應該會比較清晰 這是它的一個色彩校正 那如果說針對這個圖像 針對這個圖像 針對這個圖像 我們應該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背景圖 它是這邊比較亮 那相對的這個圖片 它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色彩的校正 其實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的效果 這邊效果 甚至我記得它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增加它的一個就是清晰度 我稍微先把這個畫面稍微變大一點點 方便我們去看它的差異性 如果以色彩來說的話 我們會選擇飽和度提升 有看到嗎 色彩是有差別的 好 本來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我飽和度提升 一倍 然後那個膚色 例如說從比較偏黃色 是不是有變比較亮黃色一點 這樣子的色彩 比較陶型 比較讓我們覺得是比較好看的 那相對的 在這個地方 它是背景的影像 背景影像的話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背景影像 例如說變成比較霧 比較霧狀 例如說變成比較霧狀的話 亮度對比的調整 亮度對比的調整 美術效果 變霧一別 這個 你有沒有感覺到就是說 這個影像的話 好像在比較前面 背景是比較後面 這樣子一個呈現的效果 那通常那個 玩 玩 攝影師 那個攝影師 他都會希望拍出這樣子的作品 也就是說 你就把那個景象 區分為前景跟背景 所以比較緊張建議你來 把背景 偏暗 然後呢 剛好這個小女孩呢 把影像 把他的飽和度 調升一倍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增加這個影像的質感 這是提供給我們參考的色彩的校正 他可以幫助我們 把影像的一個 不管是明度的調升 或者是 做出一些特效的照片 什麼叫做動作呢 舉例來說啊 我現在是不是在第二張頭影片 我會希望說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就做一個按鈕 做一個圖示 然後把這個圖示呢 設成按鈕 按一下他 他就幫我調回去 例如說 第一頁 假設我現在在第五頁 我這個右上角 相同的位置 會希望有一個回首頁的按鈕 這樣做 這就叫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哪裡做 在哪裡放置這一個圖案最適合 是不是母片裡面 對吧 好 所以我們要先做檢視底下 頭影片母片 而且呢 第一張 需不需要有這個按鈕 不需要 這一個 這個標題 以及物件 的右上角 這邊就蠻適合 放一個 回降 那個 加的圖示 加的圖示在哪裡呢 插入圖案 最下面 這個 好 然後我就畫在這個地方 它就直接跳出來動作設定 如果你沒有跳出這個動作設定 也沒關係 插入底下 就有一個功能 叫做動作 好 接下來呢 因為我打開這個圖示是回首頁 所以它自動幫我設定好 點一下滑鼠 就跳到第一張頭影片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按確定 接下來是不是要關閉母片 剛剛打開母片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關閉頭影片母片 好 接下來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 當我在播放的時候 播放 好 假如說現在我已經到興趣這一張 我是不是可以點回首頁 是不是會回到自我介紹呢 好 假如說我現在到經歷這一張 點一下這個圖示 是不是會回到第一頁去 這叫做動作 好 請各位來去練習一下 什麼叫做動作 那我現在要用自己的圖案 而不是用插入裡面既有的這個圖案 來去做 來去做 因為這些動作按鈕 它都已經預設好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你要自己去做一個回首頁 回首頁 好 假設我們現在要把它刪掉 去哪裡刪 檢視 同影片母片 好 直接把這個 現在是不是在第二張 就是標題級物件的母片裡面 把這個圖示刪掉 刪掉之後就沒有了 我要換成我自己的圖案 怎麼做到這件事 插入圖片 然後我剛剛把圖片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面 我已經把這個圖片放在10.10.2.12下 你可以自己去扣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 它有沒有直接跳出那個動作視窗 按一下回到第一頁 沒有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通常我不喜歡用動作按鈕 因為動作按鈕很失敗不好看 做出來大家都一樣 那現在針對這個物件 針對這個物件 我現在是不是要去插入一個動作 插入一個動作 有看到嗎 在這邊插入動作 會跳出來動作設定 就針對這個物件 我們可以去做動作設定 跳到什麼呢 跳到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第一張 就是回首列 有上一張 下一張 這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有沒有指定 例如說跳到 假設我一張投影片 100張裡面 我要刻意跳到第18張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它既不是第一張 也不是前一張 也不是下一張 而是我就刻意的回到那一張去 這個時候你可以透過投影片 投影片這邊再去選 例如說選到指定的那一張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是我們現在是不是刻意的 就是要回到自我介紹這一張 好 確定 所以我剛剛教你 我剛剛教你的是 你可以選到回到第一張 第一張一定是自我介紹 也可以指定 我就是要回到指定的那一張 就要用我現在教你的投影片的方式 他就把所有的投影片都挪列出來 讓你再去做選取 那選到之後 這邊是不是還有聚集 連簡報裡面都可以撰寫聚集 然後還有就是 當我現在按一下的時候 如果你要搭配到那個像教學 假設這是一張鴨子的圖片 點下去的時候發出鴨子的聲音 那你就要把那個鴨子的聲音錄下來 然後在這邊再去播放 這樣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是關於教育訓練在使用的 好 我們就直接按一下 確定 確定 好 然後 投影片母片 關閉母片 接下來我們就去播放 做投影片的一個放映 這是第一張 然後接下來點一下 這是學歷經歷 好專長 當我點一下它 你還是不是回到自我介紹 好 對不起 例如說點到興趣這個房子 就是回首頁 點一下 你還是不是回到自我介紹 好 這是自己做的圖片 怎麼設定動作的操作方式 請你們動手玩一下 那簡報的輸出已經進入到課程的滿尾聲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當我們製作完這份簡報的時候 我們早上跟各位分享 可以存成簡報檔 可以存成影片檔 就是播放檔 那還有 還有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內容儲存 在另存心檔這邊 一樣存放到電腦瀏覽 我還有用到的內容 跟你們分享一下 存檔的類型 你去看一下 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存成JPG 變成JPG呢 假如原本有10張投影片 它這邊就會變成10張的圖片 好 比如說做一下給你們看好了 存放在統一器頁底下 然後叫自我介紹1234 依實類推 然後他就問我說 我現在是要把一張投影片 就是現在這一張 現在這一張 還是所有的投影片 存成圖片 我會選擇所有的投影片 好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我剛剛說放在 E直列機統一企業自我介紹 就這幾張投影片的圖片 好 這是一個輸出的方式 那 變成說簡單的記憶 就是用另存性的 存成JPG 沒問題喔 接下來要繼續講一個重點 就是列印 列印 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功能 叫做列印 因為這邊的列印啊 這邊的列印 我覺得比較單純 因為在PowerPoint裡面也有列印 它那邊的列印呢 我們必須要去再調控我們的印表機 舉例來說 在PowerPoint裡面的列印 檔案 列印 這邊你是不是可以控制 例如說我今天印兩張 印兩張 然後上面下面會空一點 然後接下來例如說印四張 你會感覺好像上面中間下面空很多 這其實可以透過印表機內容來去調控它的大小 好 這邊我就不想講 因為我們沒有印表機可以講給你聽 可是喔 如果說你把每一張圖片都已經輸出 每一張投影片都輸出變成圖片 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列印的方式 列印 好 點選列印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一樣可以一次印兩張 它的版好像就比較沒有浪費那麼多 可是我要告訴你 這邊這邊的列印圖片 其實它可以做到這樣子 PowerPoint裡面也可以做到這樣子 你的印表機只要設定好 就可以印成這樣子 好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也是另外一種輸出的方式 另外一種輸出的方式 可以嗎 給你們參考一下 然後你就把它給列印出去 這幾張圖片就可以列印完畢 好 那封裝成光碟的做法呢 好 檔案 接下來我們可以點匯出 匯出這邊有 將簡報封裝成光碟 封裝成光碟 點選封裝成光碟 這邊有一個叫做CD名稱 你可以把那個CD名稱 製作好 也許我們叫做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然後呢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選項 我建議各位 就是說 超連結 一定要打勾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假如說你內建了一個超連結 要連結到一個檔案 例如說ABC這個檔案 它會直接把ABC這個檔案直接摳走 以免到時候呢 因為你是用一個光碟片 到時候它不能連結到這個檔案 或者是環境改變 所以超連結的檔案全部都帶走 再來就是True Type字型 這就是指中文字型 因為你如果說到國外去 如果用別人 假設萬一你有帶你的Notebook 對不對 可是呢 結果你發現你的Notebook 例如說 沒辦法使用到對方的那個電源的接頭 這個時候 你到手Notebook又沒電 你只能用對方的電腦 這個時候呢 萬一對方的電腦是沒有中文字型 那你就有的完了 對吧 所以這預設一定要勾選 再來看你要不要打開這個檢報檔案的時候呢 要使用密碼 這個就是檢報保護密碼 然後防寫的密碼 這是兩個不同的密碼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點確定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複製到資料夾 或複製到光碟 我們現在也沒有準備光碟片 所以我們就只能選擇複製到資料夾 好 那例如說 假設我們今天就暫時放在 例如說 一碟 一碟 統一企業下 好 選取 他的名稱就叫簡報CD 或者我改一下名稱好了 不要叫簡報CD 例如說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對選 1002 好 然後點選 確定 然後他說 你選擇要將簡報中所有的連接檔案加以封裝 那PowerPoint會將所有連接檔案都複製到這台電腦 因為只要是簡報裡面的超連接 全部都會摳進來 那請問你如果說你有連接到Google Google的首頁也都會直接連接進來 所以這裡要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直接點選什麼 是的 接下來 接下來 因為裡面檔案非常少 所以現在已經做完了 做完的時候 你 我現在是把它做成一個資料夾 所以到時候你要把這個 統一企業下面有一個叫自我介紹對選1002 整個資料夾摳走 摳走的時候 摳走它不是一個資料夾嗎 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叫AutoRun 也就是說 到時候你必須要快點兩下AutoRun 不是打開這個自我介紹 對不起 這AutoRun是針對Slicer 是針對你的光碟片寫的 也就是把光碟片放進去 好 我們來去再看剛剛那個地方 直接快點兩下 自我介紹 就可以打開來了 然後你再去做一個播放 這我想應該就不會有任何的超連結 沒有帶走檔案的問題 或者是中文字 沒辦法呈現中文字的問題 好 這點要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怎麼做 檔案 這邊 會出 將簡報封裝成光碟 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這個選項 選項裡面 這兩個一定要打勾 好 請各位 現在可以嘗試動手做一下 封裝成光碟 簡報檔案 它也可以快速產生 變成一部影片 那這就很好玩囉 這真的很好玩 意思就是說 假如說你今天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那個手繪影片 手繪影片 手繪影片 那你把你的動畫做完之後呢 它是不是有每個物件的動作 在接下來 你又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影片檔 例如說MP4 好 那透過這種方式 你也許可以快速的去完成一部短片 然後去把你要呈現的觀念呈現出來 好 像 不曉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Powpoint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做邏輯 思考的一個訓練 舉例來說 假如說我今天我要製作一份簡報 我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先把那個大綱先整個擬好 然後到時候再透過插入很多的圖片 表格 影片 統計圖表 來幫助我去說明那些文字 所以一剛開始的時候 架構好你的一個文件的主軸 絕對是用Powpoint 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好 那接下來 假如說我今天這一個簡報 我想要把它輸出變成影片 做法很簡單 就是檔案匯出 然後 建立視訊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問你說 每一張投影片 你要用幾秒來去做播放 例如說在這地方我設定為5秒 然後建立視訊 它就問你說 你這個MP4 你要存放到什麼地方 好 例如說我們一樣存放到 統一企業之下 好 叫自我介紹 儲存 儲存 那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 1 直跌機底下 統一企業 然後接下來 這邊有一個MP4的檔案 因為它沒有做完 所以它現在還是0K 做完了嗎 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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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速點兩下 大概5秒 它是不是又換到下一頁 好 快速的看到這地方 好 是不是就結束了 一段影片 不曉得各位能不能理解 你也許可以透過 PowerPoint 去完成一個簡單的影片製作 然後把這影片 例如說分享到YouTube上面 這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棒的一個設計 它從2013新增加了這項功能 我接下來 我想因為這個功能還蠻簡單 所以我想繼續跟你們分享 安全性 在檔案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一個資料儲存的時候 資料儲存的時候 我們這個功能 資訊 我可以加密碼 這我想各位應該都知道 我可以增加密碼 像例如說 這邊有一個資訊底下的保護簡報 點一下它 例如說 我們可以去以密碼加密 好 點一下它 我們就可以去輸入 例如說 假設你輸入了一個密碼 進去按確定 因為是密碼 所以它要求你再一次的輸入 好 確定 這樣子的話 變成說 這一個簡報 它就已經做了一個保護 保護 保護 好 那當然這個檔案我先把它儲存起來 來 我是存放在那個自我介 統一企業 自我介紹 這個自我介紹102這裡面 好 那我現在就先把這個檔案關掉了 我們現在來去看一下 這裡面的自我介紹 快速點檔一下打開的時候 它就要求輸入密碼 這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好 你當然要輸入正確密碼 確定 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密碼 如果你不想要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透過 這邊 資訊 資訊 點它 好 以密碼加密 刪掉這個密碼 刪掉這個密碼 按確定 這樣就沒有保護了 我想這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在這個地方 可能比較重要叫做 限制存取 什麼叫限制存取 呢 舉例來說 假如說今天我給你這個檔案 你可以打開來 你可以看它 你可以編輯 但是你就是不能存 那等於你都不能去做任何的修改 對不對 你做了修改也不讓你存 那你也許會覺得說 那以前不是另存就好了嗎 你現在你再試試看 沒有辦法另存了 這就是新版這邊一個很棒的設計 就是說 我已經設定你就是不能存檔 不能存檔是什麼意思 不能編輯 可以了解 這邊 你已經不能用另存新檔去做這件事了 好 那我們這邊必須要購買一個東西叫做這個 IRM 非常貴 好 叫做什麼 資訊 版權管理 這樣才能做到限制限制對方不能夠存檔 好 所以我只能這樣告訴你就是說 這個限制存取是這件事情 它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我換一個檔案來跟你們分享 這個檔案 好你看喔 針對這個檔案裡面是不是很多文字 這裡面有很多文字 如果萬一你的簡報真的這麼多字 那你又希望別人看得清楚 好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 我除了跟你們分享過 你可以把它分成很多頁 那你在播放這份簡報的時候 然後它這邊有提供了幾個不一樣的功能 這邊都是新功能喔 舉例來說放大鏡 放大鏡 點一下它 那你要放大哪一塊 假如說我先放大這塊好了 這塊就是現行TIMS和直訊E網 點一下它這個字就會有放大 局部放大來去呈現你的簡報內容 新功能 可以嗎 你去看一下 你也有這項功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喔 在簡報展示的時候 還提供了就是快速切換 好 呃 如何 假如說我今天我在同影片播放的時候 呃 我現在想要回到第三頁 你們是怎麼輸入的 3 Enter 對不對 3 Enter 就跳回去第三頁了 要跳回去第一頁 那就是1 Enter 我想這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它這邊提供了一個功能 就是直接快速跳出所有的投影片的縮圖 然後假如我今天要到這一張投影片 點一下它 是不是就直接快速可以讓你切換 因為你知道第三張投影片的內容 那是因為你很熟悉它 萬一你在簡報的過程已經簡報介紹了40分鐘 你已經 已經亂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透過這一個圖示 是不是可以秀出很多很多張的投影片 然後再要方便讓你快速去做切換 就不要再去背第幾張投影片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